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们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数据库示 说明书的一些设计的流程 和设计的内容 那这节课呢 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下 程序的设计 说明书 该如何去设计流程 是什么样的 那设计内容 又该包含什么东西 当然了 你要是如果搜集一些程序设计的资料的话 经常会看到有盖要设计 然后和详细设计 那盖要设计呢 就整体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设计 那详细设计呢 就是包括你使用什么函数 用什么参数之类的 都要非常的细致 也就是让别人看到你这个文档 直接照着敲 就能把项目敲出来 所以说只要是程序设计出来了 那基本上程序出来是一多半了 一多半了 编码的时间 因为一些难点的 一些难点 一些算法都在设计的阶段 帮我们解决了 所以呢 我们就是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黑壳操作了 那我们就是照着这个设计 和规划 我们去写代码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这部分代码之类的 比如说公司 开发实类落 可以包出去 等等等等 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呢 现在呢 互联网的一些发展 在一些公司里边 大部分呢 也都不区分 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了 当然这么分是有必要的 大部分都将它整合到一起 就是程序的详细设计 那咱们这也是把它整合到一起 程序的详细设计 那由于篇幅呢 有限 所以这里边只写了 格式会高的怎么写 然后有重点的一些模块的示例 没有全部的 和数据库一样 没有全部的将 项目中的 所有的模块都设计完成 但是呢 每个格式都是有的 都是简化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参考 西楼PSP第30章 程序设计说明书 这一部分 前边都是类似的了 然后有目录 但是目录都没有 那引言部分 引言部分呢 就包括 编写目的啊 背景啊 定义啊 使用的哪些技术啊 然后参考的哪些资料啊 等等等等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一些套路的东西 就是标准化的文档 都要你必须有的东西 每个都必须有 像变形目的啊 背景啊 定义啊 这些东西 这些呢 咱们就不看了 参考资料 那咱主要从设计的时候 首先设计的时候 要先设计系统的结构 那咱们前面已经有需求了 或什么 那设计结构的时候 是过程开发 还是面影队上开发呀 还是怎么的 那现在呢 P2P 现在从P2P以后都流行的 都是完全面向对象 MV系统面开发 所以当系统要采用 MV系模式 面向对象开发 那并根据 不是PP框架的规则 去规划试图控制器 这个 也就是基于不是PP框架 去设计的 那这样呢 可以提高代码的 可维护性啊 易读性啊 增加 类内部的存度啊 类之间的调用的灵活性 等等 系统结构 那系统结构 有一个目录结构 系统结构嘛 就是整项目的目录的规划 那在需求阶段呢 我们将CMS 分为了前台后台两大应用 就相当于分成两个项目 因为项目比较小 没细分到模块那块 而是只是细分到应用上了 所以呢 咱们还基于不是PP框架开发的 所以呢 目录结构 如果是按照框架开发 框架 这框架都会帮你规划好项目的目录结构 而过程化那种传统的开发模式 这种目录结构 那你就需要自己想跟组内人员讨论 确定目录结构 因为框架就是已经非常优的 让你合理的安排 什么都应该放在什么目录下 所以呢 咱们根据 假如说 你刚现在开始做项目 照对问答写 你是不是PP的 那你需要前后台两个应用 需要做前后台两个入口文件 前后台两个文件 并把这个两个文件放到你这个 不是CMS 假如是实现你项目跟目录的话 放到这个目录下 而不是CMS要放在外部服务器 给目录下 对吧 不然的话怎么远程访问呢 然后前台入口文件为index的 他只能前台的加目录 是home 后台的加目录是admin 那两个目录结构 index的和home 那在同一目录结构下 那后期呢 咱们我会照这个给大家建议 会照着这个 等下这个开始呢 我会照着这个文档 告诉大家如何去一步一步的写程序 但是呢 如果是整个程序全敲下来 那也得好长时间 所以呢 我就 因为咱已经敲过代码了嘛 所以就按个文件去打开结构去看 因为代码都已经有了 就不浪费那么多时间了 大家只要快速走过一遍 然后还有原代码和文档的参考 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要敲一遍 实在是太大门时间了 这几个咱们下一个开始 咱们再说 前台后台 主书口文件都有了 那自动生成目录结构 这就是项目的目录结构 项目的目录结构 然后根据博物批评宽要求 程序配置文件 使用这个 这个了 程序配置文件 既然使用这个 那你根据前面的需求 什么东西需要用户改 需要用户设置 那把自己的东西都填在配置文件里边去 比如用用户改变 属于文件的位置 用用户改变上传图片的宽度和高度 对吧 用户可以设置是否静态化 是否关闭 那这些东西你都要 消毒讨论后 先写到配置文件里去 供大家公用 这就是配置文件 就是开关 启用和停止 用用户去配置的东西 先设计好 然后自己开发的实体类 存在这个目录下 公共的 存在这个目录下 用上传图片存在这个目录下 这是规划你项目的 哪些图片哪些去向 然后后台的目录呢 顶级目录是这个 扣容器模型 分别写在这三个目录中 前台也是独立 都独立的 存放向目录 向后面下边 也有对应的扣容器模型 那咱们的系统呢 前后台开发两套模板 所以在这下边有两个目录 那用户可以切换模板 这也是设计的时候需求 然后根据前面的需求分析 咱们会得到 前台一共是八个模块 后台一共十二模块 然后呢每个模块根据需求分析 也能确定操作 所以你都列出来 这话详细列出来 都有哪些模块 每个模块都有哪些用户的操作 然后操作这些东西 它需要什么权限 当然了我这里边权限只是控制到模块上面 你也可以控制用户 比如说公告 让用户有的能查询公告 有的能修改公告 然后其他的用户能删除公告 但是不能修改公告 也不能排序公告 所以呢 你可以将权限控制到每个操作上 哪个操作用户可干 哪个操作用户干不了 可以控制到这个地方 当然对于咱们的项目来说 那个时候 你权限就被写在这 你后边那块 咱们会在每个后边标权限 这是控制到模块 怎么才这么写权限的 这里边就把每个模块都列得比较清楚了 然后都加进来 然后 刚才看到是什么结构呢 是目录结构 然后和你项目的模块的结构 你有哪些模块的一个结构 然后下边是程序结构 那根据这个模块的 咱们又已经要编码了 那命名的上面就要得让用户统一 所以根据模块 咱们还MVC模式的 就直接能将控制器的名字起好 然后加上简单说明 比如说 根据反复讨论的需求说明 和上面的模块分 并结构MVC模式的思想 那每个模块的声明一个控制器类 一个模块对应一个控制器 就是一个模块是一个完整的MVC嘛 那先确定每个控制器和其中每个操作的名称 这样就可以大大 什么 就可以大概确定了程序的结构 然后前后台应用的模块和控制器 以及分类 控制器只能确定好了 那基本上这个模块就确定好了 那比如登录模块 咱们是login 那对login的操作 咱们这块有 获取用户界面处理 退出 还有什么获取验证码操作 等等等等 那你这里边就是 看 获取登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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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几个操作 那我就定义这几个方法 那将来声明的时候 就class 类 就在control目录下 声明一个 声明一个login.class.pp文件 在这文件里边 classlogin 然后里边有方法 就这几个方法 那同样 这个模块需要这几个方法 然后常规模块有这几个方法 后边都每个都有说明 公告模块 这几个方法 有线连接这些 相侧这些 栏目这些 文章这些 幻灯片 用户用户组 然后全局管理的是上面的负类 里边应该有什么 然后前台的 前台当前面 在讲文档跟大家说过 前台呢 我是故意把不该分的分开了 把不该合的合到一起去了 所以前台这会儿 因为是前后台是标准开发的 前台是为了做反例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模块分的就不太顺 对吧 你看起来会比较别扭 比如说 其实首页 列表页 文章内容页 还有搜索页 这几个管理 其实看成是一个模块就行 就是内容展示模块 内容展示模块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模块 但是我给你分成了四个模块 对吧 你看每个模块里边 有的就一个够的方法 就一个方法 有的就两个方法 所以这些看成一个模块的话 那一共加起来才几个方法 所以平时大家在写程序的时候 要尽量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模块 就放在index的模块里面 那index里边的index操作 那就是首页 对吧 index里边类似的操作 那就是二级页面的管理 index里边这个 比如说文章或者什么的 那就是文章管理 这里边是用了一个反例 然后前台的登录模块 然后个人空间 个人空间用户模块呢 其实这个是可以拆分成多个的 现在只不把它合到一起去了 比如说这里边 根据后台平台的 你可以单独提出来一个 用户密码设置的 可以单独提出来一个 关注 用户关注和取消设置的 粉丝这一个参照提出模块 所以这可以提出三四个模块来 而我把它合到一起去了 就是变成一个用户模块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 两个极端的反例 这是站内信的一个模块 这是动态 这个动态的目的 这里边比较多了 就是指 跟踪用户的所有的 一个状态的一个模块 然后全局的一个模块 所以呢 只要是这个一做完了 相当项目里边 照着它敲 你就能把所有你需要的 控制器类 控制器类需要的操作都写完 对吧 每个说明干嘛呢 也都有 但这只是 结构上的设计 你就算这些都照着敲完 你只是有项目结构了 那大家可以拿到各自的结构 用SV的软件 各自去开发了 按照分道的模块去开发了 其实是可以这样的 按照PRP框架的规则 不是PRP框架的规则 将前台的控制器类 声明在项目下 这个下边 后台控制器这个下边 并且的控制器类 所在的文件名 都要以控制器类名 为标准的一个命名 看一下 下边 11 这是图 框架内置了 你看我画了两个虚线 这个块 什么呢 上面属于框架的基本部分 框架里边基本部分 你不用去改 不用去动 你只需要写 下边自定一类的地方 这些东西都需要 你自己去写的 然后咱们也知道 这个log音类 为什么要不自动 计算它 而计算action 因为它是专门写 登录和权业验证的 对吧 如果它也进不来 用户就先登录 它也登录不进去 会是一个死循环 而其他的呢 都想有权业才能进来 那必须得经过它 它可以 必须经过它 可以 那前台也是一样的 前台的类 有这么多 然后登录也是绕过它的 那这些呢 也是 同样的一个道理 你需要编写的类 这是用 UMR里面类图 来表示的 一个方法 所以上面呢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吗 一看这个我就知道 后台一共有多少类了 类的之间 继承关系都有什么 那前台一共 我需要自定义 多少个类 那类的继承关系什么 自动继承什么 手工继承什么 都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大家看设计 通过前面的 你基本上可以把你 这个程序的结构 做出来了 你有你的目录结构的规划 你用框架 其实当然是自动分出来的 你的每个模块的结构 等等等等 全会出来 那这还不够细 那怎么才能再细 用迭代开发的方式 怎么办呢 既然模块什么都出来了 每个人手里分到了几个模块 那么具体模块的响应设计 这才是重点 上面是整体结构的设计 那这里边只给大家举了一个 以用户模块设计来说明 你看 足够的给出各模块的设计考虑 但因为篇幅有限 只给出一个用户模块的设计 一共20个模块 20个模块 假如说我一个用户模块 假如说我用10页 那20个呢 就可能200页 那整个书咱们才多少页 所以呢 没有那么详细 只给出了一个说明 你只要照一个 然后呢 举一反三 其他模块也是这样的设计过程 看一下 首先呢 用户模块设计说明 先是功能上 这些属于功能上是全局的 你看啊 功能 那你这块说明一下 假如设计的时候 当然需求这里边 已经说明这个描述了 你可以再 把功能需求上再拿过来 因为用户什么的 再打开功能 那个需求文版了 就是需求那个 那个说明书了 上面就是对 用户管理的功能描述 就是能简单看一下 网站发行过程中 需要用户 互动来促进网站发展 另一方面也需要防止 用户对网站信息的 月全的访问 或随意发布各类信息 因此呢 需要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 也就是非注册用户 注册用户 不同的注册用户类型 那根据其需求呢 开设不同的信息栏目 不同的范围的信息服务 根据网站的管理 提供不同的 当然这原理都值得 这话咱只说是一个 说一个功能 当用户在网站中 注册为会员 那相对在网站中 拥有了一个通行证 会员可以辨别 属于自己的信息 访问和发布 等等等等 这是功能上的 然后这个功能呢 咱们操作 大概有这么四个 增删改查 对用户表现增删改查 然后这个说明 就添加用户 怎么怎么添加 对吧 然后这话 针对 这个模块 咱们要单独 划一个流程 因为咱们前边 需求上面 有一个操作流程 那是整个的一个 网站前后台的 一个操作流程 而用户模块 你只有 当然咱们那模块 比较简单 就增删改查 如果比如说 你是购买流程 或者是支付流程 等等的话 第一步到哪 第二步到哪 然后出错怎么办 那些判断的流程 会稍稍复杂一些 像咱们增删改查 流程比较简单 比如说 假如我一登录 一进来的话 你可以点击 点击添加用户链接 那你页面上 有个链接 一点就 掉出一个添加表单 然后添加表单呢 需要 再部需要系统的什么 检验表单的数据 如果不合法的话 你就从天 如果合法 通过去写出数据库 写出数据库成功之后 再回来 让你继续从天 所以我按照这个模式 去设计 我就知道 我一点链接 出现一个添加界面 出错了 会到哪去 对吧 正确了会到哪去 会写出数据库 再回来 也就是 不管用户 点击添加的话 成功还是失败 都会到天 表单 对吧 只不会有一个成功提示 错误提示 然后呢 点击编辑用户链接 那就会有 分页显示用户列表 你点击修改的话 那就出现修改表单 就跟上面添加一样了 合法 不合法再回来 合法的话 写出数据库 那修改完之后 再回到这个分页页面 那删除呢 只能删除 删除到再回来 对吧 删除掉 删除不掉 都回来 这就是一个 用户模块的一个操作流程 按照这个流程的话 那开发人员更容易来实现 他的程序的步骤 怎么跳转 然后接口的设计 你看 分为功能 流程上的 接口上的 你看 根据咱们框架的一个原则 设计用户模块 需要在指定一个位置 设计一个扩充器类 前面的已经说了 那在里边有六个方法 包括这几个方法 那其中呢 有三个操作方法 需要通过模板显示数据 并在一些操作中 通过模型类 来实现一些业务 所以呢 这个模块 有哪些操作需要用模板 那这些东西呢 因为这三部分 有可能在大公司里边 是三拨人来开发 你是了解业务流的 你写控制器 对吧 你是美工人员 你写模板 你是底层开发人员 比如CCI开发人员 你写接口 那你就是写模型 供大家公共操作 对吧 三部分 所以呢 咱这几个就围绕这几个三部分 把那图画出来 比如说 index的这里边需要个模板 模板名叫什么 add需要叫模板 有模板 修改需要模板 也就是修改界面 天下界面和列表界面 第三个 像insert不需要模板 因为插完之后 插入完之后 会跳到哪去 更新不需要 删除不需要 然后呢 在列表 在这个里边 比如说 需要调用模型的 youser类 比如说你用户有退出啊 对吧 然后他会调用负类增产改查 调用负类里边 模型增产改查 有80%的是数据库操作吗 那有20%不是数据库操作什么呢 比如说分页 这里用到分页了 那你不能在这里边去写分页的算法 那样的话流程就乱了 所以分页单独用一个来处理 实体类来处理 所以业务模型分两部分 一个是数据库的操作 一个是 实体类的操作 那数据库操作 你需要放到moder目录下 实体类操作需要放到class目录下 这是前面咱们框架 经常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每一个模块都要分清楚控制器是哪个 因为控制器具有所文件嘛 控制器里面有哪些操作 这确定了 然后哪些有模板确定了 然后呢 有哪些模型确定了 那你就可以分三部分 咱们框架就三个目录 控制器目录 模型目录 视图目录 就可以了 然后存储分配 这是又一个话题 这是接口嘛 然后存储分配 就是本模块只需要对一个用户表 进行操作即可 所以呢 数据操作都通过moder类来完成 你不需要自己定义什么moder类 就可以完成这个 那数据结构呢 详间数据库设计说明书 这个表的结构呢 咱们上几课说过 但是没详细看 咱们设计程序的时候 再详细看看这个表 里面都哪个字段 然后这个模块 存储的是诸位分配 然后在这个模块里边 注释的设计 也就是整个这个模块的 存储用一个表 那注释呢 就在控制器类 模型类和实体类的 首部添加作名 控制器前面添 模型添加实体类前面 都要加注释 然后在类中的每个方法上面 你也要添加注释 然后呢 对各个变量的功能范围 限制条件等也要加注释 对使用的逻辑算法加上注释 所以呢 这个模块要求你加注释的地方 在这个 其实其他的模块 要求你加注释也在这些 那为什么我在这写 没有在最全局的 比如上面设计的时候 就是用户设计模块之上 我告诉你注释的要求呢 对吧 因为有可能说 有的时候 咱们会把这个 单独模块设计 以单独的文件考给你 上面属于公共设计部分 这模块属于比如说 公共设计是大家一起讨论的 整个构架 一个结构 而用户部分有可能就安排 每个人了 那安排每个人考给你 就考你用户设计模特 文档 就这一个文件 你要知道 注释设计 还有 用户模块的限制条件 开发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在添加修改用户时 用户密码 件的邮箱必须填写 管理员不能删除 管理员用户不能删除 否则将不能登录系统 用户被删除时 他的文章评论一同删除 当然这个只是 咱们演示数 是做一个演示的项目 需要删除 是这么删除的 真正的是不删除的 对吧 但用户也登录不了 就跟删除了一样 因为一删除用户 他的评论文章都删除 但是除非超级关联人 有这样特权可以 否则的话 尽量别这么删 有可能会损失很多数据 这是限制 这个模块的限制条件 还有这个模块 将来开发完了之后 测试计划 实现模块 达到设计的要求 各界点实现 bug数据缺陷 等等等等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业务流程及数据 从华人中的模块 留到另一模过程的正确性 尚未解决的问题 就这个模块 你在设计问题 有哪些设计中 在设计过程中 有没有解决的问题 比如这里边 没有 那就小个5 对吧 或者是这个3.3.8 30.3.8 就根本不写 但是呢 这个有的是 你要是有设计缺陷的话 或者没设计成的 这空给你留着 到你可以仿着这个天 尚未解决和设计者 在软件完成之前 应该解决的问题 就列出来 然后上面是 咱们说了 从整体结构的设计 转到了某个模块的设计 刚才看到了 每个模块的设计 而某个模块 下面又有操作 所以再往下走 就是具体的 某个操作的设计了 看 我们再往下走 上面是模块 就获取到某个操作的设计 添加用户界面 ADD的操作 每一个操作设计 都分这么几项 程序的描述 为这个操作提供什么输入 这个操作执行完 给我们输出什么 或者返回什么 或者东西给到哪 然后这个操作里边 具体算法是什么 这个操作需不需要模板 等等等等 这几部分来完成的 等等一个一个看一下 先捋几个操作 大致都相同的 这里边有一些文字 都是临时写的 没有那么详细的推敲 添加这是一个操作 然后呢 如果需要像数据库 加一条数据的话 就需要先为官僚 而提供一个添加表单 那操作用户呢 先通过管理平台 单击添加用户的链接 就会通过UR 访问到用户 ADD的操作中 在该操作中 需要从模型中 获取用户阻列表 发给对应的 就是从数据库里 获取数据 然后形成数组 然后发给模板 在模板中显示 并输出模板文件 这样就给用户 一个添加界面 这就是添加 整个过程的一个描述而已 然后输入项 也就是会通过这个UR 去访问ADD 就访问到了 当然得全员通过验证的 然后输出项呢 那当然了 就输出一个用户的一个 你看用户请求 不需要输入任何参数 但需要从用户模型中 获取一个用户组的 一个列表 需要通过组ID呢 获取一个这个 他所在的组的信息 这是第二参数 然后形成一个下来列表之类的 然后算法就是 在这个添加里边 第一步就提示用户添加的规则 第二步从用户模型中 获取用户组 下来列表到模板中 第三步 加载并输出这个模板 那模板的设计 这会儿最主要一定要体验到体验出几个地方呢 因为这它是需要模板的 模板和程序设计是两拨人 对吧 所以中间他们关心的东西就是数据 模板 美国人员要摆什么数据 和程序员要给美国人员什么数据 这些数据要先约定好 不光数据约定好 那模板提交的位置该到哪去 对吧 然后用什么方法提交 那其他特效都给他们取写 所以这些约定好就行 你看这里边 需要为该操作声明一个添加用户的模板文件 那在模板中只需要写 而且表单就行 在模板设计时需要用到的一些信息如下 模板文件 就声明在试图中 并在这下边叫ADDPR 这就没什么说的了 按照框架的规则去设计 子模板 它必须要包含哪些子模板 需要包含头额尾 那美国人员在设计这个模板的时候 照着这个 就需要头额尾模板去包含 然后表单 如果贴完中用户提交给谁 提交给谁 提交的方法是什么 POST 那表单向该有什么 因为这个并不需要从服务器拿过来数据 而是需要他数据给服务器 所以呢 你得提高表单向 然后名称啊 类型啊 名称啊 这样的话 接收那顿 就知道来的数据什么样的 我怎么我数据不放 下面插入 也是一个程序描述 输入项输入项步骤 咱们找一个读取的 你看 这个读取的也带模板的 编辑用户 读取列表 输入项的就是 你访问这个 然后你可以 还可以输入用户组编号 就是哪个组下边用户 输入用户名称编号的话 就搜索的话 这个的话就搜索相应的用户 这都可以作为输入项 就这个列表可以按条件去找出用户列表 那你就可以输入不同的条件 输入用户组编号 按组去找 输入搜索的用户名 去搜索去找 反正这输入项 输出项的当然就是什么 输出项 用户列表 以一个变量形式分配给模板中 变量的是一个二维数度 变量名为它 还有分页内容 你就要分配两个变量给模板 一个用户 一个这个 所以这话 你输出项 你是输出两个模板的 两个变量的 然后 这样的话 写模板的人 看到这两个变量名 一个是二维数组 他就去变力 一个是自无串 就直接往哪一放就可以了 但二维数组的一般结构 也会告诉美国人员 数组里边最多 最大多少记录 然后里边都有哪些字段 就数组哪些元素 然后美国人员才能充分的去摆 那算法 第一步提示用户操作方式 这是那几步 第二步 当操作者从下里边选用户组后 用户记录 就是选择哪个组 搜哪个组的 第三个 你可以同时 同样再搜索 第四个 如果没有指定用户组和搜索条件 则全部记录 第五个 加载这个模板显示 那在模板设计的时候 你看 也是 要求用户设计模板中 要便利用户 因为用户模板的设计 是单独的一门课 就是也不能说单独一门 是单独的一门技术 要单独用一个文件 详细的写 用户的界面设计 界面设计 因为设计中不包 不仅包含 数据库设计 详细设计 盖要设计 还包含 用户界面设计 当然咱们这个 不是咱们P2P的重点 我说那个就没单独给你 写成一个文件 那一般都美工单独去设计 模板 比如说需要便利的用户列表 即他使用的操作的按钮 全局模板 然后模板文件 是在哪哪下 怎么见 叫什么名 都定下来 是否包含公文文件 和尾部文件 表单提交的位置是哪 对吧 提交的方法是什么 表单中用到的 在模板中用到的变量 都用哪几个 一个右色 一个这个 因为美工人员 假如看这个的话 他知道有一个 这个数组 有个这个数组 那这数组 则是他一看这个格式 他就知道 这是一个二维数组 我怎么去办 所以数组的格式 一定要告诉他清楚 那其他的那些操作 都是类似了 都类似了 这就是咱们程序设计的 一些文档 一个文档 所以呢 程序设计文档 你按照我这种方式 它分几部分呢 就是前面 就是说明性的引言 咱再总结一下 这一部分 最主要是系统结构 就整体的结构设计 整体的结构设计 那就包括咱们说 目录结构设计 还有什么模块设计 还有像咱们说的 程序设计 对吧 这是整体结构设计 就是把项目的架子 会完完全全搭起来 这是整体结构 包括什么配置文件里 哪有哪些参数啊 等等等等 再结构数据和文件 怎么去做 那整体结构设计完了之后 那到某个用户手里了 那就是到 比如说某个工程师手里了 那他就是 他分配掉哪些模块了 那就针对具体 这个模块的设计 那模块也有一些 全局的一些说明 什么操作 功能说明啊 流程逻辑啊 然后这些接口的关系啊 对吧 存储和分配啊 注视啊 限制条件啊 测试啊 未解决问题等等 这是到模块的整体设计 而模块再往下就是操作了 那就真正每个操作 要详细的写 写程序的描述啊 输入啊 输出啊 算法啊 模板啊 等等等等 所以就是从上 积极往下去 去分的 那如果你成 你能将你项目的设计 写到像咱们现在这个用户模块 这么细致的话 当然这是咱们写的 还不够细致 如果这么细致的话 那你想象 程序员 看着这个 就是看着这个用户管理模块 照着一步一步的 就能把这个项目功能完全敲出来 这就是详细设计 当然的详细设计和程序设计 都是结合到一起去了 好 那这到这节课呢 咱们将 咱们不是CMS三个文档 给大家稍稍介绍了一下 大家要想详细的 写出标准的开发文档来 那大家还要下一些功夫来 那你可以多反复看几遍呢 修设PSP后边项目的开发片的 这几篇文档都是为你总结过的 是以实用为目标去总结的 和自己这么多年工作经验 然后去整理的 有可能跟你现在公司的和你将来去的公司不大一致 但是咱们还尽量让80%遵循标准化设计的流程去走的 因为各个公司有的是非常不标准 现在你随便找出几十家几百家公司 能有5%左右能按标准走 都已经很了不起了 大部分都简化再简化 有的成员就看到原型图就直接做了 所以呢 这是给大家一套整体的编写标准化流程中 编写文档的一套思路 你将来如果你带对的话 想保留这些文档的话 那你也可以参考这个 让你的项目组去按照这种格而去写 按照这种格而去写 这就是程序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 那下节开始呢 咱们就开始进入 根据这个咱们去讲解 项目中的那些开发模块 当然了 也会像咱们课程中今天说的 不会说一条代码 一条代码给大家敲 这样的话有可能会 再有个五十几 咱们才能敲完左右 如果边敲边讲的话 所以呢 咱们这里边 下一步呢 咱们就是给大家 哪个文件都打开 多分析一下吧 然后大家再参考原代码 再加上咱们结合讲的 然后你自己去写一遍 你可以按照同样的一个设计步骤 比如说写个商城 写个论坛 或者一起同样的CMS 参考 写一遍才有价值 好 谢谢大家这里边 这就快咱们就叫到这里 人生自古 随无死 男生再学 PAP 孙 当作人爵 死 一学 PAP 垂死 冰中 金座起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不学 PAP 老大 涂上飞 洛阳亲友 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春年共学校 处处 学PAP 在庭院做 礼艺 再订阅学习 需要PAP 众里寻踏 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 PAP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